上帝的爱要大大的充满 让我们带着祂满满的祝福跟祂的爱 好不好 弟兄姊妹我们最后一起起立 来 请你再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要展开新的航行 来 给他讲一下 是的 生命更新是一个开始 从现在开始 真理跟神的真爱 还有神的全能 要带领你走向新的旅程 好 我们再来 用欢喜快乐的心 再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都要成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她看來 一切都更新 妳的平坦 真是為我 妳的愛我 妳的自由 妳的眼睛 妳的眼睛 我的心都 她懷我的時候 因為她那時候跟我爸爸的感情 有一點狀況 所以她在懷孕我的時候 她是拒絕的 她覺得我不要這個孩子 我不想要這個孩子 生命清理的時候 我發現我裡面有一個很深的 被拒絕的感覺 一直以為我有服飾 所以神愛我 然後我做好 所以媽媽才愛我 然後一直到 我到今天的上課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我犯錯的時候 神也愛我 我的孩子也要做得好 我才好像那個愛是比較多 如果她犯錯 我覺得我的愛就好像退縮 我覺得神今天給我很大的釋放 為什麼 我跟人家有衝突的時候 我為什麼會常常 就是會跟人家爭辯 甚至搶話 我會跟人家搶話 因為我怕被人誤解 我從來沒有領受過 原來領受聖靈跟方言的這個 昨天是第一次被帶 我就領受了 我很開心 從小就是很獨立 很堅強 很有韌性 我會常常說 哎呀 父啊 你是怎麼的樣式 讓我今天真的看到 真的父親他的愛 在我的內心裡面 我跟我的女兒有 有一些衝突 對她 不理不才 所以我昨天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回改 所以我回去好好愛我的女兒 我要給自己一個挑戰 就是 我要跟神要更多 就是在我的工作上 在我的職場上 我願意說 我相信神會更大的祝福我 然後 另外再補充一點就是 文綺的肩膀很 很棒 學習到方言 是很高興的 學習到方言的時候 頭髮是蠻清醒的 兩天生命更新營的課程 大大的充滿我 嬌灌我 那我不管在 對我失去父親的關係 還有工作的方向 也家庭的關係 都大大的被修復 所以以前在探索 那個原生家庭的時候 我都覺得 沒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父愛母愛都很足夠 透過這個課程光照我 其實 我有一個岩母 我又會怕說錯話 然後 就會被罵 所以我就會擺著 逃避 然後到我要去對付我這個問題 我常常會拒絕人 然後也會自我防衛 常常有那個死亡的靈 附著在我的那個生命裡面 還沒幸福之前呢 我是常常去自殺 那個警察局都有我的名字 然後學校都有我的名字 這 其實還是很愛我 把我帶來這邊來了 我沒有當成瘋子 所以當成那個好像天父兒子 我 我是想到我的孩子 是沒有父親的 所以我剛剛就想 我來自取天父的愛 然後 我要回去好好的愛我的孩子 感謝崔岡哥 杏娟姐 還有慧蘭姐 裴緣哥 就是小組們 因為其實啊 他不是面對權兵者 喜歡挑戰權兵嗎 這是我從小到大 我以這個為樂 你知道嗎 他們一定對我非常的頭痛 怎樣講 然後我就是不聽 所以今天叫我來參加這個 真的是我最深的零獸 這兩天最大的零獸就是 在昨天下午的那個 聖靈充滿的時候 有那個 有零獸到方言禱告 我發現到其實我在國中有一些事情 那對家人 對師長還有朋友的一個不勞術 那昨天有陪我服侍的那位童工 我昨天一開口 我就哭得嘻嘻嘻嘻 那我是五行的 其實我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那我已經好幾年沒有這樣子哭了 對那昨天也是這樣子 領受就是聖靈充滿 所以我其實一直都把我自己 當作男生看 然後其實都很堅強或者是說 很逞強的那種很理性 然後就變成 導致到後面就變成說我自己很內斂 一個單親媽媽 然後我一直用工作來麻痹自己 然後就是對人生沒有什麼怕話 就是覺得我的人生只能靠自己去追求 然後這兩天我覺得我最大的感動是 感受到聖靈 我今天的感動很多 因為我一直是很要求我自己的人 然後在今天孤兒的靈就是 就這兩天釋放很多 那讓我覺得就是說 我可以不用那麼要求我自己 那就是我有人可以依靠 在受洗之後都沒有講過方言 那可是在昨天在領受的時候 然後突然就是我感受到有股熱流 就是從手上然後從腳底一直這樣子涌上來 就是從內心裡頭我覺得那是一種溫暖 雖然來教會短短的幾個月還沒有受洗 可是這兩天昨天讓我有感受到神對我滿滿的愛 讓我有感受到方言的禱告 我感到我收到最大的禮物 因為我是個單親媽媽 我希望我回去我會讓我小孩充滿了有父愛 我會繼續努力 我希望神繼續的包容我 碰住我 那是從小時候有被霸凌過 同學欺負過 所以說對這一點都無形的那種恐懼 然後今天在聖靈那種孤兒的一致釋放中 神安慰到我說我是她的寶貝女兒 出生到這個巧琳師母所講的每一個部分 都是我真的是很大的一致 因為沒講到一個部分就哭 一直哭一直哭哭不停 所以這是我真的是得著很大的釋放 昨天那個禱告同學在幫我禱告的時候 我就看到上帝就把我變成一個嬰兒 再次包在他的懷裡 我就覺得很安慰 我知道說神沒有離開我 我原本不會說方言 但是我昨天 昨天開始靈受到這方言 然後再來今天就是孤獨的靈 因為我是一個很沒有安全感的人 然後我會靠我自己的力量一直去爭取 一直去努力 然後再來就是我跟神說 我要斷開這些從家庭來的 不原諒老樹 我要老樹我的父親 我要以神的角度來看待我的父親 因為他不了解神的愛是什麼 所以他才會用那些方式來對待我們 感覺我的一生好像一直被拒絕拒絕的感覺 好像從小的一個原生家庭就是一個重男輕女 從年的一個時代好像在學校裡頭 好像也被人家這樣的一個好像捉弄的感覺 結婚之後也感覺好像這個婚姻也一直不受肯定 也一直被先生的這樣的一個背叛 昨天就是領受那個方言的時候 這是我夢寐以求 可是我自己本身我沒有很可目的在追求 所以在昨天立榮姐為我禱告的時候 我就這樣子慢慢的感受到 那股的一個軟流 從我的一個心裡頭 一直這樣的一個湧流 然後就覺得 會說出那個方言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是一種很寶貴的東西 然後也覺得說是 我形容把它當成說 比重樂特還要一個寶貴 各位弟兄姊妹 恭喜你已經在E1的生命更新營裡面結業 那麼教會也量身定做E2的門徒成長班 讓你那個E1的火 裡面那種更新之後愛神的心 可以真正的落實神的真理進到你的生命裡面去 那整個的設計整個都是教會我們全面在設計 適合五谷適合我們的弟兄姊妹 所以每一個人我們希望在未來兩三年 全面性的更新更改 這個幫助所有的弟兄姊妹 所以生命更新營就像一個寶寶生下來 護士要幫你把你的身體洗乾淨 所以呢 生命更新營呢 只是一個把你的生命洗乾淨的一個最初最初的開始 接下來這個寶寶是要喝奶的 然後要吃飯 賣相 新旅程 也是第一棒 不能缺席喔 我們相信透過E28次16小時的課程 能夠帶出一群強壯的門徒 讓相對迎向復興與盼望 加油 共富成長 奔向成功 E2成長班 開始報名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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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